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8月7日 摩纳哥摆阵拆解南特 2021-22赛季法贾接木战将会在周六凌晨上演 届时摩纳哥坐镇主场迎战南特 摩纳哥上季成绩相当出色 时隔两年重返前三 赢得欧关联外围赛资格 反观南特连年排名中下 实力相当有限 考虑到大家近多次交锋胜负成一面倒 摩纳哥在胜南特取得开门红可谓大势所趋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自从2016-17赛季夺冠之后 摩纳哥阵中不少精英被挖走 后续补强效果不佳 因此连年走下坡 前年夏天摩纳哥投入大量资金重组阵容 成绩明显好转 游到数几名升至中游 去年修赛期阵容进一步改善 终于修成正果 在宾耶达与荷兰带领夏利亚里昂以继军身份收官 从数据方面来看 摩纳哥上级的进攻火力超强 军场二个入球仅次于巴黎圣日门和里昂 多过冠军利尔 新赛季马上到来 他们还引入了来自和贾爱克马亚的天才射手宝亚度 以及李昂年轻中场珍恩卢卡斯 两笔签约合共接近3000万欧元 进攻端配置再度升级 接下来还需要做的 应该是补强后防 毕竟今夏只买来了科隆一位爱基高尘 以及租借半人门将恩无把 也许对于争夺欧战席位已经够用 但是距离争标 还是颇为遥远 尤其是看到圣日门一个接一个的 迎来大牌球星 摩纳哥的补强力度 还不能让拥顿满足 言归正传 摩纳哥新赛季首战一大优势在于主场之力 他们上赛季联赛主场非常强势 19场路得12胜5和2负 是联赛当中主场得分最高的球队 攻守表现均衡 估计做客表现平庸的南特很难全身而退 阵容方面 后卫马力班 J马斯连等人因伤缺阵 前锋为逊艾斯德因感染新冠暂时高挂冕战牌 南特近年联赛成绩相当不景气 在摩纳哥最疯狂的那个赛季他们最中排地区 但最近的四个赛季每抗欲下 上赛季甚至沦落到倒数第三 仅仅通过附加赛季败次级连赛球队才勉强躲过一截 今年暑假 南特没有大动作影员 反而还流失主力中场恩兰 卢沙 上季贡献七球和三次助攻 这预示着南特本赛季更难有作为 需要提醒的是 南特近年开季首轮战季惨淡 过去四年路得一和三副 总共涉入二球十八球 当中2018年是以一比三不敌摩纳哥 最为不利的是 南特近年非常忌惮摩纳哥 双方从2013年一起升上罚甲至今前者只赢过一次 另外战绩为一和十三副 其中七次做客全败过半数场次被凌封 有见即此 南特近扑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attack 视频道 宁悦